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市长裸天的长官请向六长互相拜年 基隆市政府新春团拜 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和多位贵宾 包括立委林佩祥及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芳丽 市议员陈明健 市议员曾继岩及市议员莲恩典等人 共同向在场的市府员工祝贺龙年行大运 而团拜中的焦点话题就是关于Net商场的争议 市长谢国良表达新的一年开始 希望以和为贵 敦请我们的副市长 还有我们新选任出来的林佩祥委员 最近有空的话也会去拜访一下Net 也就是主副商场 大家可以坐下来聊一聊 看看有没有未来可以更多 大家来合作跟一起来吸手努力的空间 他们过去也在基隆 努力了一段时间 也替基隆有做出了好的成绩 那这一点我们也不可否认 那我觉得大家在法律的定义上 跟见解上是略有所不同 我想一中求同 一个我想以一个和字 和平的和 作为我们今年开春以后的诉求 那希望我们市府能够主动释出善意 看看未来有什么可以跟对方 大家来洽谈跟合作的空间 那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今年变得更好 做更多事情来感谢回费我们的基隆市民 另外还有观光建设的推展 也将加强沟通 市府将努力推动 在国门广场设置摩天轮 发展海港城市的国际观光 那今年有很多工作 我们需要多沟通 才能够顺利的完成 包括要在国门广场 新建一座摩天轮 来吸引国际观光人潮 这是过去以来 很多国际海港城市 都有的一个标准配备 那我相信基隆市也要努力来完成 那我们会多跟市民跟社团沟通 让他们多了解 有一座摩天轮对于基隆市的观光 兼国际人潮 以及邮轮要停留的时候 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休憩 是一件正面有助益的事情 新春团败中市长谢国良 跟副市长邱佩玲 一一发送开工红包 给参与的市府同仁 勉励大家共同攜手努力 为基隆市民建构一个更好的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